13次上課的內容其實都在雲端上面 當然每次上課我都有把它錄下來 而且基本上應該都沒有特別的狀況 像別的班還有遇到那種狀況就是 那個麥克風有問題啦 或者是畫面有問題啦 我們這一期好像都還OK 所以上面的影片 假設有哪些部分不太熟悉的話 可能就回去再複習一下吧 那基本上我們的課程的設計重點 當然我講過 第一個就是了解什麼叫函數 那函數的使用規則一定要知道 然後當然250幾個 不太可能每個都學會啦 那當然你至少有空的話 至少就是去看一下到底有哪些函數 那另外的話呢 如果假設因為其實 以上裡面不可能說所有的問題都幫你想到了 因為其實一個函數就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一個等於是解答啦 一個方法 但如果說假設沒有的話 那當然你可能需要把那個VBA寫出來啦 那VBA的話基本上它就兩種形式 一種是Sub啦 就是按鈕按下去執行 OK 那另外一種就是Function Function好像前面有沒有講過 就是你可以自訂一個函數 那那個函數的話就是 在Excel裡面它沒有給你的 你就可以自己產生出來 那這樣的話呢就是可以針對什麼 你的工作裡面遇到的資料上的問題 可以有點像量身訂做 完全Match你的工作需求 然後可以快速的幫你產生你需要的那個 那個結果放在儲存格裡面啦 OK 那至於那個細節啦 我想應該對各位來說蠻難的啦 OK如果你假設回去沒有練習的話 應該都忘光怎麼做了 大家知道一定是有個VBA嘛 然後有個Sub、有個Function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有些同學問一些問題啦 但這個問題說真的難度太高的話 可能我也不知道怎麼樣把它帶到這個課程 因為畢竟我們這個課程有一個限制 它我們不是解決那個比較高階的VBA問題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們對於那個在上一層樓 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還蠻建議你自己就考慮一下 就是說要不要再就是下一階段的課程 那我也把它貼連結到這邊 那這邊就是我下一階的課程啦 那其實就是提供給各位參考啦 因為這個課程的話 基本上就比較是屬於再更高階一點的課程 那同學有問到那個樞紐分析表那個 我是覺得那個的話可能會在那個下一階段講的會比較深入一點 那這個課程比較是屬於 比較有那個程式基礎的同學 會比較能夠跟得上啦 所以難度一定是比較高 那基本上如果你上完這個課程之後 並且真的完全了解那個VBA的一些基本操作 還有設計流程的話 那你跟這個課比較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假設你完全沒有基礎 或者是說你可能這個 有些地方還不是很了解啦 當然你可以再思考一下吧 因為這課程的話 其實真的有點難度啦 但是我覺得學會之後的話 畢竟對於你們將來在 就是工作上面的那個技能提升 一定有直接的幫助啦 那當然底下有一些這個綱要 你們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好像剛剛有同學問到結子 哪一天結子 我剛剛看一下 最後一天是這個啦 10月29號 等於是說還有9天啦 OK 那目前的報名人數好像已經快要滿了 19個 OK 所以大概還有6個名額啦 那大家你可以自己再思考一下 有沒有必要再更上一層樓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是解決 大部分你可能在工作上遇到的 有關網 就是網路或者是外部資料的一些擷取問題 那難度是真的滿 那當然啦 如果你可以把這個專業培養起來的話 我相信在工作上應該會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現在工作上遇到資料的問題實在太多了 而且都是big data 資料不可能是小量的 絕對是大量的 那大量如果你還要人工的方式來處理喔 我看應該是沒有辦法 比如說網頁上面的資料 比如說假設你有每天都一直要抓一些網頁資料 那我覺得你學這個應該很有幫助 不然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還在Ctrl Z Ctrl V 我看你每天真的很累 而且一定會非常沒效率 然後事情永遠做不完 OK然後一直被老闆定 OK你怎麼做這麼慢 你知道你在偷懶嗎 其實你沒有偷懶 但是你真的很忙很累 但問題還是做不完 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啦 就是你不會用對的方法 其實只要方法對 根本不太需要花太多時間 你一個执行或一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就完成了嘛 OK 但是前提就是你可能還要花一點時間 把這個東西應該學一下 那我們前面的東西 假如說你有點 有些地方還不太熟悉的話 可能就是自己再複習一下 因為今天是第14次上課 那前面的話 基本上都有提到 那主要我們是舉那個 Excel裡面的函數有沒有 最比較常用的啦 然後高階的 然後並且把它提升到那個VBA的Label OK還有中間有錄製聚集 所以有些程式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你是可以用錄製的 但是錄完之後呢 恐怕還要自己知道說 錄的程式放哪裡 有沒有 然後錄完之後還要知道 錄的程式 到底你做了什麼 可能要自己再加上註解吧 然後稍微修改一下 基本上就可以達到你預期的這個效果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也許今天啦 我想我們就是在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部分 稍微再複習一下吧 那上個禮拜的重點基本上就是 講到有關那個 325的人士分欄的資料正規化 那其實我後來發現 好像同學討論就是 比較熱烈好像都是那個 資料沒有正規化這個問題 好像很多人 基本上我覺得就是沒有 資料正規化這個概念 而產生的延續的問題 就是因為你的資料沒有正規化 所以你想要用eSale 來做一些資料查詢 就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所以啦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我覺得 像我們不是有 之前還有一題是 資料可能就是說 寫個程式去查詢 另外有一個是資料正規化 那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 最後我們是講到326吧 請各位就是把那個326的 這個這個層級查詢稍微打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因為好像有一些要宣導 那個相比拜的話 基本上那個325一樣是 主要是那個資料正規化 所以知道怎麼樣正規化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還蠻重要的 所以後續的話呢 我是建議 如果假設你要做一些 資料的這個處理的話 可能第一件事還是要先想一下 那個資料是不是按照那個 它應該有的順序 所以基本上第一列 可能就是一定要是欄位名稱 然後資料就放下面 基本上長這樣的話 那你在做一些查詢的動作 就簡單了 不然的話 你光要把資料做一個處理 那就是一個大問題 那上個禮拜還有用到這個函數 叫In-direct函數 那這個函數的話 其實用到的機會也蠻多 但是它後面可能要接的是 一個文字前後要刷引號 哪個出聲 或者甚至你可以對應到一個它的名稱 那它回來的資料 可能是一個儲存格 也有可能會是一個範圍 它可以抓一個儲存格 也可以抓一個範圍 這個可能後續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們在 我發現這個函數還蠻好用的 之前有用蠻多地方 都可以用這個In-direct函數解決 另外的話 上個禮拜還有提到有關那個326這一題 然後成績查詢 那這一題的話 比較大的特點就是說 如果你要用以色函數來解決 基本上我覺得太困難了 倒不如用BBA來解決 所以呢 請各位待會把那個326這一題打開來 那上個禮拜又寫了一個問題需求 這個需求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假如說這邊有班別 那這邊多了一個下拉清單 那這個下拉清單的話 就是當我選了哪一個班級 那你就把那個班級的資料 幫我把它放到這個範圍裡面 那當然方法很多啦 其實我們上個禮拜是寫了一個程式 還記得吧 應該最好是可以自己寫一下 所以回去的話 你可能自己考自己一下 把這個打開 然後再開始 step 1 開發人員 step 2 怎麼樣 要寫一個按鈕 所以你就是在Visual Basic裡面 怎麼樣 先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有沒有 OK 然後呢 打開之後 寫一個按鈕 叫班級 有沒有 這個班級 那這個班級 接下來要做什麼 反正 我們想到的方法就是這樣 第一個step就是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第十二列 有沒有 然後呢 把這個抓到的資料 跟這個資料比較一下 如果兩邊一樣的話 就把它這個底下的這個範圍 把它怎麼樣 call到這邊來 那有點像是bcd1到ghij 那它的列的話 它一定是2到10 可是這邊的列的話 原則上是5開始 有沒有 所以5call一個之後的話 那變成要把它加1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個k等於5 對不對 指的就是這個 指的是ghij的位置 然後呢 它如果說下一個已經call過來之後的話 你就把它加1就ok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上個禮拜講過啦 ok 那寫完應該都看 應該看得懂吧 其實這個規則還蠻清楚的 我覺得這樣寫完之後 for i 等於2到12 12 12的沒錯 就是指的是這個 所以我建議 將來你要寫程式的話 反正你就是把vba 所以我的習慣是讓它浮動在上面 然後呢 你就看到什麼寫什麼 總不會錯吧 有點像填空題吧 for i 等於2到12 有沒有 這個填上去 填上去 然後n2兩下打一個next 第二個的話 如果它的sales ID的A欄 ok 因為它先抓那個 跟這個比 兩邊比較看看的話 那我們需要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程式裡面多個if 有沒有 然後這個的話呢 指的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 這個應該會寫 我們已經寫N遍了 最後一次期末了 如果你還不太會的話 表內回去都沒練習 那我是建議啦 真的要把這些東西學好的話 請你花一點時間 不要一直看答案 自己寫看看 如果你可以寫得出來 表示你真的懂 而且其實我覺得也沒有太多東西 你就寫一些物件名稱 儲存格就sales 有沒有 那如果我說 假設它是會變動的 我習慣用sales 為什麼 因為它sales裡面 可以放數字 數字的變數 那如果你用固定位置 像這邊用range 因為它這個不會變嘛 就h2啦 一定下拉清單都是在h2 所以那我就用range就好了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range 我可不可以用sales 可以啊 你開心就好了 所以你這邊可以打什麼 如果用sales的話 那h2怎麼表示 2.h嗎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是哪個比較直覺一點 用range好像比較直覺 所以你常用同學問說 老師為什麼有些地方你用range 有些地方你用sales 答案很簡單 如果那個地方是固定的 那我用range 有沒有 像這個 可是如果說我們 有沒有 像這個地方用sales主要是因為它有個i 那如果你假設i放在這邊的話 它不用去串接 可是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把這邊改成用range呢 當然可以啊 可是問題喔 寫range有點麻煩 如果你要改成range range是A A欄嘛 比如說你想要先改ae好了 可是要把e改成i 那你要怎麼做呢 把這個e delete掉 它因為在最右邊對不對 空一格and 空一格i 放一個i 這樣 你如果寫這樣可不可以 也可以喔 可是喔 如果你寫這樣啊 跟寫剛剛那個sales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寫sales好像比較簡單 有沒有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因為這個問題還蠻通 蠻多同學常常問到 所以我把它改成這樣子 sales 括弧 ID的A欄 這樣感覺好像比較簡單 有沒有 OK 所以啦 主要 什麼時候用range 什麼時候用sales 那實際上就是看那個地方 比較適合用哪一種寫 比較OK啦 當然你說 兩邊可不可以相通 是可以啦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它的 這個ghi這幾欄 call到哪 不是 應該是把這個bcde這個 這四欄 把它call到ghij 這個call到這邊來 那我是這樣啦 先callb到g 再callc到h 再calld到i 有沒有 1到j 那變成我要執行四次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那怎麼樣把b2的資料 copy到g5的資料 5的這個位置 那其實很簡單 這個也是蠻多同學常問到說 老師我要怎麼樣把某個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格 其實很簡單 寫這樣就好了 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b的這個儲存格 寫到哪裡 寫到g的這個儲存格 那其實 主要是什麼 把你的來源放在後面 中間加個等號就好了 那他就會幫你把這個資料 放在這裡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不過我發現很多同學 常常被那個等號 給 給什麼 給限制住了 可能是以前那個數學 以前數學課可能交太多等號 你一直以為那個等號就是那個等號 其實那個等號不是那個等號 那個 這個等號是VBA的等號 不是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這個的等號指的是什麼 把後面的資料 對 放進去 對 放進去 OK 就這個意思而已 跟以前那個等於 應該那個叫等於 所以這邊的等於 不是 就以前數學 對不對 指的就是 應該是把後面的資料 或者是說你如果有計算結果 像這個K等於1對不對 實際上就是把這個計算結果 計算完之後 再放到前面的K 那K本來是5對不對 那你如果K加1 本來5加1之後變6 那可能 可是本來裡面有5怎麼辦 被蓋掉吧 因為變數嘛 它有被覆蓋的這種特性 有點像剪貼布嘛 你們C之後 你下一次再C另外一邊 你會發現 之前的資料在哪裡 蓋過去了嘛 對不對 所以變數會改變 應該可以懂嗎 OK 所以以後 你要把VPA學好了 第一個你把規則大概熟悉 第二個的話 把這個整個流程看一下 大概知道之後 你就知道資料怎麼樣做轉移了 你可以知道吧 那下一步的話 我是建議你就自己什麼 開一個空白的 然後把這些打完 然後亂亂看OK 那已經算很厲害了 因為像我 有出一些那個VPA題目 我都不敢這樣出 我不敢說 我直接給你們空白的自己寫 不是說這樣喔 我怎麼出題 我還出 這個是一個問題 比如說我就是把這個delete掉 然後這邊有一個填空題 填空題 填空題 三選 沒有 因為那個是實作題 那就是要填的 如果選擇題的話 選擇題也可以 比如說 選擇題的話 就是說可能 可能這個挖掉 然後 然後1是什麼 2是什麼3是什麼 讓你用選的 也到底OK 如果你假設懂的人的話 應該就知道答案是什麼 但是不懂的人說真的 他都亂寫 他也寫不出來 那目前看起來好像 那個真的 整體的那個城市的那個 算水準應該都很 滿低的 我覺得啦 那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可能是 因為目前 就是 目前要找工作 或者說 想要換工作的人 其實在學校的時候 其實還不一定學過城市 除非說像現在那個108年克剛 就是有一些 可能現在大一 大一大二吧 他們才可能有一些 城市設計的概念 不然的話其實 就很多都不太懂 OK 但是特別注意 三個禮拜這個 最後run完之後 應該就可以取得 一年級有沒有 一班 然後二班 把他資料先清空 再取得二班 有沒有 然後三班 這樣OK 可是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其實 還可以再修改 哪個地方可以修改 就是因為呢 我們 這四行對不對 其實不用寫四行 其實寫一行就可以 有沒有 這個是BCDE 摳到GH 你會看這個是連續的嗎 對用range 如果未來 假如你的資料是連續範圍的話 你其實是可以把它改寫成一個range 然後呢 可是range的特性就是說 你可以copy它之後 你要放哪裡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放在哪裡 放在一個開頭的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你將來放的話 只要跟他講說 我要放在哪個地方開頭 那如果說四個它就是這種延伸出去 OK 如果還有列還有欄 它就向下延伸 向右延伸 好 那所以喔 如果假設 上禮拜這個地方 如果我要把它簡化喔 那我可以先把它註解 有沒有 還記得吧 按右鍵這邊有個編輯 使程式變為註解 前面變單引號 那你說老師 你就直接刪掉重打 不就好了嗎 但是我擔心說 如果我打了之後 我發現錯誤 那我改不回來的話 比較建議是你先註解 然後拿 或者是兩邊比對啦 那如果要改的話喔 如果要把它改寫成剛剛講的 這個範圍 摳到這個位置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寫呢 那當然喔 你如果不會寫 你可以先寫一個 你看得懂的方式 比如說 這邊摳到這邊 我知道 就是用range 什麼 b2 b2 冒號 到 12 OK 這個是一個範圍嘛 然後copy到這裡的話 怎麼寫 很簡單 點copy 這個的話是什麼 range g5 當然你可以用sales 然後這邊的話 用g5 好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把 這個 複製到這裡了 但問題來了 有變數啊 你說老師 那將來這個2啊 它要把它改成i對不對 沒關係 你來改 改的話是應該還記得吧 因為它在那個中間 所以是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and and 移到中間 加個i嘛 然後這邊 空格 空格 好 那這個2的話 因為在最右邊了 對 還記得嗎 and i就可以了 然後 空格空 對 OK 好 正用k了 然後換這邊 這個5怎麼辦 它不是有個k嗎 對 所以就把5 變成k 一樣嘛 然後 m的k 一樣空格 OK 好 改完了 應該知道我在幹嘛 OK 好 這樣應該第一個 它程式變短了 第二個 效率變高了 你說效率有差很多 但是因為現在這個資料沒有很多 感覺不出來 可是如果你先來你的儲存格 這個範圍 是很大一個範圍的話 那你馬上感覺到 為什麼用sales變成慢動作 它會一個一個慢慢填 那如果你用range的話 可以知道 一下OK了 效率差很多很多 ok 好 然後試一下 那你寫完之後 假如你沒把握過的話 我會習慣這邊再加個中斷點 中斷點是 先停在這裡 如果發生錯誤 來改改看 我們試試看 所以我先取一般的好了 然後按班級 它程式停下來了 然後我又來確定說 我要call一般應該是留念好這個 所以I應該等於2 有沒有2 對 2 然後K應該等於5 沒錯 所以如果都對的話 那下一步你可以再按一個F8 看一下有沒有留念好過來的 有了嘛 那表示這個應該是沒錯 但如果有錯 你可以改完 然後把程式再倒車回去 再跑跑看 這樣來寫程式改程式 就可以很優雅 有沒有 然後可以很自在 然後可以不用那麼緊急 不用那麼急 真的寫程式絕對禁止急躁 因為如果你很急躁 絕對不可能把程式寫好 真的 程式不多 但是一個字都不能錯 所以我的習慣是一定要真的 一定要完全瞭解 不要說一下子圖就是什麼樣 湖倫吞藻 然後 我也要救急 然後 剛搞不清楚 然後最後亂寫 寫完之後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 好 如果你寫對了 馬上什麼事都很很很很簡單 OK 好 那剩下來就是你可以再讓它弄一下 再跑一下 那下一個應該是哪一個 應該是一般應該在這個吧 所以應該是3 然後這個應該變6 沒錯 那你可以按F8 那後面如果OK之後 其實我建議你可以把中斷點拿掉 然後讓它全跑一次 有了有沒有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二般 那一樣 我們就不要設中斷點 因為中斷點它會卡在這裡 讓它跑跑看 如果OK的話 沒錯 然後再來就三般 也沒錯 那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這一段程式在雲端白板的326 應該我記得是放在這邊吧 OK 這個是上個禮拜這一段 所以你上個禮拜如果沒存到檔 你記得Ctrl C 貼到那個模組 上面就可以Run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